连续的高温造成浮流水的减少 19号上午花莲县养殖渔业生产区发展协会 向县议员张怀文陈勤 受风箱的养殖业者损失惨重 希望相关单位能在丰平村云山水旁的国有土地设置抽水井 在旱季可以抽取地下水来减缓养殖渔业在水源上的不足 走进养殖池内捞了两次都是死的黄金险壳 养殖业者愁眉苦脸 希望议员能够给予协助成情 活化志宏池设置抽水井 早期收风箱黄金险养殖面积约有400公顷 目前因为养殖水量不足 养殖面积逐年下降 目前只剩200公顷 环林县养殖渔业生产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勤 近几年浮流水的减少 让养殖业者纷纷棄手 能在志宏池旁设置抽水井 才是解决的办法 那个地方是水利会 它那个上游灌区的围水 围水会进入那个沉淀池 沉淀之后的那个水才会进入后面这边的养殖区 本来是收风箱是全台湾最大中的 因为我们有自驾权 因为我们量多嘛 那我们现在变萎缩了嘛 因为水源的问题 造成这个问题嘛 放眼望去虽然是满水位 但缺乏活水注入 水温不断上升超过30度以上 造成了沼水太浓 以及乳酸链球菌的发生 让养殖护士损失惨重 像一棵不剩啊 现在对估计是三万斤嘛 对啊平均正常平均撈起来 平均三万斤 如果一斤以40块的价格的话 没有就这一次差不多120万 缺水就直接影响到这些养殖业的 不管是黄金咸或者是五沟鱼 或者有一些鲁鱼啊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黄金咸已经死亡了 那包含五沟鱼也是一样 都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最好的产值 那我们的养殖业 其实在收封本来有400多公顷 那目前因为缺水的问题 那我们养殖业陈述 只剩下200多公顷 他们在使用 我想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议题 环林县养殖与业生产区发展协会表示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在丰平村 制洪池设置取水井 让夏季减少的浮流水得到缓解 水产养殖业者才能够更有条件 发展水产经济 记者林杰 硕丰香采访报道 到后也行 很好